未来的媒体 未来的媒体我们讨论过 大概可能会有三种形式的媒体出现 一个就是还是传统的商业媒体 它还是一个盈利单位 它也必须要在营运上有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是所谓的非盈利媒体 这个非盈利媒体它的内容 可能是让一般的大众来提供 所谓的user generate content 这样的一种形式出现 但是这种非盈利媒体 它也可能不只是包括新闻 它也可能包括教育的节目 也包括娱乐的节目 那么第三个是协作式的 协作式是说由专业的媒体人 跟一般的大众之间来互相一起合作 那产生的一些content 那这种媒体的形式 它可能可以用政府来sponsor 也可以用会员收费的方式 这是我们讨论的可能有的三种媒体方式 如果我们现在问2030的媒体是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是 那些机制已经都不在了 变成三步 就是如果你有观察 你有思想的整理 你不需要透过别人的通路 你自己就把那个思想就传递出去了 所以那个第二步已经失踪了 没有这个事情 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他有思想 他不需要透过哪一个报社 哪一个电视台 才能够把他的观念传递出去 那直接就放到网络上去 就有人替他传 那所以第二步不见了 所以它变成 一 你整理自己的观察 跟自己的思想 第二个 你开始 几乎是免费的程度 你可以分享 那么所以第二步不算了 第三步 你必须产生被信任 同时被喜欢 那第四步 你产生影响 未来在这种情形之下 当任何一个人他有一个思想 有一个观察 他可以放到一个地方去 让很多人喜欢他的人 可以立刻看到他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现在的这些媒体 其实我个人认为 即便是网络媒体 都快要变成传统媒体了 所以已经没有什么旧媒体新媒体了 因为2030年的媒体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 现在不管是报纸 不管是电视 不管是我们Yahoo这种网络媒体 或者是Google这样的搜寻引擎 或是Facebook这样的 social network或是Twitter 这样的东西 微博等等 他扮演通路这个角色 是不是像姚老师说的 就会完全不存在呢 或是我们还有大概三年五年的时间 去找到我们应该要着力的点 而产生不同的价值 然后让这样的平台 持续为未来的消费者 约定大众产生更不一样的价值 而让我们有存在的理由 我们必须要有出现一只看得见的手 这个看得见的手 在我多年来的意思 在呼吁的意思就是说 政府必须要扮演那只看得见的手 透明的让大家看得到 它必须做出一些传播政策 这些政策才能够作为一个导引 那一个公平的良好的竞争的环境 能出现 这里面有商业媒体 有公共媒体 还有一个我刚才呼之欲出的 就是像Guardian 或者非常多的新生的新兴的网络媒体 他们用非盈利的方式在经营 如果企业家 慈善家 他们觉得他们应该为这个社会的发展出点力 那当然这些所谓的慈善新闻业 它也应该要贡献进来 而成为非盈利新闻媒体的一环 或者非盈利大众媒体的一环 我们期待这个时代 可是我们需要看得见的时候 政府要有一个传播政策 谢谢 不过我自己主观的期待 会期待2030年的时候 媒体跟政府仍然保持一种永恒的紧张关系 我觉得这对民主机制的健全 在任何时代 这种紧张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 媒体仍然需要 不管到时候它变成什么样子 仍然需要社会里面有一股力量 去监督政府这样的公权 让他的资讯更加透明 让他能够更加尊重社会的多元发展 同时也能够让他监督他节制他的权力 第二部分我非常同意刚刚姚老师跟王发先生讲的 媒体跟社会 我期待在2030年那个时候 是能够媒体更能够倾听台湾社会的声音 更能够理解台湾社会的发展 所以媒体更有能力去挖掘台湾社会的正面价值 还有核心的精神进步的力量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无可或缺 那当然这一点在过去20年来媒体也是失职的 但我们当然希望说有机会能够 透过未来20年的努力能够加强 那个看不见的手 如果我们从统计学或者相关的理论来看的话 所谓看不见的手 其实背后是很多看得见的手互动交集而形成的 所以因此呢 未来长什么样子 其实观点在 我们这些人愿不愿意当一个非常自觉 有能力的看得见的手 这个地方呢就回到刚才我们一再强调的 而这个事情其实仍有责 一方面媒体 每个人都是媒体 因此每个人都不可能只坐在台下当观众 你也必须跳进媒体 你也可能本身就是媒体世界的一环 因此你的态度跟能力 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度 而反过来讲 我们今天所谓传统的大众媒体 它虽然一方面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 在一个人人都是媒体的时代 它变成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可是非常有趣的是 它也开始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它的能力 它的责任 其实要比以前更为重要 因此一方面 开始变得比以前要谦虚渺小 但是一方面又扮演了比往年更关键的角色 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 资讯也越来越旁杂 因此未来 如果今天要回过头来 让我再回答一句 回答这个问题 2013年会像什么 我想我的答案应该是在说 在各位的手中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 谢谢 透过这样子的论辩跟交锋 你才有可能让社会渐渐地了解彼此之间的立场 而你们才会往下面进步 整个社会才会往下走 我觉得现在台湾比较大的问题是 大家都想要做好人 因为很多媒体都想要做好人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面 有的媒体立场太过激进 有的媒体立场太过消弭 导致了我没有办法在上面看到说 那你提出你的立场 我没办法产生任何的交锋 我不能够产生反对的立场 我又不会产生支持的立场 因为你没有立场 但我觉得包含了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之前 Jimmy Wells曾经说过一个大的问题是 大部分的平均使用者 在维基百科上 已经达到36岁左右 正好是我的年龄 而我们这个年龄的 大部分男性或是女性 都已经成家立业 没有时间再去写维基百科了 所以导致维基百科的正确性 参与度跟里面所有内容 更新的速度都在快速下降 但如果我们现在能够 把台湾的年轻人 或是全世界的年轻人 都教导他们说 你应该要表达你的立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